《你知道些甚麽》 一个有才气的学者写了一本书 只认为是最完美的 他觉得书中包括了所有文学的小品和哲理 他以他的成就自豪 他出示他的杰作给一位聪明的同事看 要求他的评论 他的同事交给作者一张纸 要他分别写下所有他懂的和他不懂的 作者同意他的请求 并且坐下来寻找 但是经过很长的时间 他仍然写不出他知道的任何事情 当他再仔细思考第二个问题的时候 他又写不出他所不知道的事情 他的自我一下子沉到低点 于是他放弃了 关于这一点 苏格拉底 这位当时有最高水准的哲学家 曾经被人问到 他知道的是甚麽 苏格拉底 简单地答复说 我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我不知道 我们知道的越少 我们对我们的解释 就越能够确定 而当我们知道的越多 我们就越能够理解 我们的限度 因为知识本身有较多的取写性 科学真理本身常常是相对的 科学不能够解释生命的终极计划和目的 它不能够给予人生存的理由 事实上 科学本质上是世俗的 它并不涉及到人类的精神目标 唯物主义秉承科学思想 而否定较高的精神 并且没有提供任何高于物质上满足的东西 科学在其取写学说的过程中 除了到目前为止 所有伟大的进步之外 他不得不承认 很多事情是无法用科学知道的 举例说 科学并不能够解释 人间最大的不平等现象